任何事物它都只有表里两面 影视行业的表面它有着 比如说爱情片啊动作片啊各种类型 但是它的理字却只有一个类型 就是爱情动作片 尽管一般人很少接触到理字 但是从业者就没有办法不实写 甚至经常表里共用一拨人 比如说早先想遇世界的罗盛门 许多同学已经都看过 但是很少有人看过它的这部 《原班人马》在后面翻拍的情色里翻 《美女语强盗》 女主角金丁子她在出演罗盛门的前后一段时间 都是一眼心定位 像这种艺术片它都是靠情色片的钱养出来的 两者的关系过于紧密了 演变到现在反过来 大多数硬核艺术片都要带点情色 才觉得有以前那个味儿 其实在今天 鲜有日本人引人能够和理事界撇清干系的 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些交流 随便拿最近重映的情书举例 一些钟情与这部纯爱电影的女性观众 就想不到他们仰慕的导演 严谨君二她在大学拍摄处女作 就是找了黑木香出演的女主角 她俩是同专业的前后辈 而当目光再深入日本文艺片方向 就更是一片粉红了 像最近上海电影节被炒爆的 这个战场上的圣诞快乐 听过这首主题旋律的同学一抓一大把 但是看过这位导演真正代表作的人却不多 感官世界它是粉红电影的一座巅峰 也是世界上知名度位列第二的镜片 本片使得大导主她被日本警方告上了法庭 却也被现在许多导演争相致敬 包括在全世界顶级的影视学府 老师们都要投在公共教室的大屏幕上 给同学们看 然后通过讲台转述 大导主在法庭上的名言 世间本没有赢会 那些都是控诉赢会的人自己想出来的 大导主的官司呢 省了六年 最终被判无罪 有趣的是相同议题的官司啊 最后赢的往往都是被告 最早因为裸露镜头而引起热议的一部 讨色电影是五只天儿的白日梦 因为上映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 这让官方觉得非常的没有面子 当这位导演在次年拍了一部 更为露骨的黑雪的时候 他就被政府起诉了 黑雪讲述了一个在美军基地周围的 一间妓院里的男女故事 这里面的男主角有个奇怪的性癖 就是他手里但凡不举枪 他那里就不举 那检方只是看到了这层表面设定 他觉得啊好变态啊 但结合故事去看的话 这个男人其实是因为 他的母亲遭遇了美国大兵的强暴 他手里的扳机扣住的是对复仇的向往 你看到的枪不一定是真的枪 你看到的情色代表着更深层次的欲望 那么黑雪之所以被起诉的真相呢 是因为他暴露了日本政客与性的秘密 令官方恼羞成怒了 然而全日本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都站出来为这部电影辩护 所以黑雪最终完善 这件事之后呢 为了保护创作自由 民间改革了一个叫做应伦的审查机构 改制成了独立于官方的民间机构 从而在官方和作者之间起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追溯起来的话 日本电影的审查制度 它诞生于战后的门军司令部 在小男孩和胖子踩扁日本之后呢 美国控制了日本的电影市场 剑极片古装片有封建之嫌就一律被禁 反倒是原先被军国主义禁止的小资爱情片 却解开了封印 门军司令部他给日本电影带去了一股开放性封场 大一幕上间可以看到接吻了 当时的日本的国民导演 沟口尖二他想申请拍一个 艺术家的传记片叫《喜多川》 但是美国人觉得 古装片封建不予批准 那过了几天 沟口尖二就更换话术说自己 要拍一部妇女解放的片子 叫《喜多川》和他的五个女人 当时美国盛行性别平权运动 所以就批准了 此后呢 有大量的情色电影被大导主在内的 日本作为一导演 置入了一些阴阳怪气的隐喻 情色就成为了 专门用来做政治评价的电影类型 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若松笑儿》 这位天才导演 他把情色化作 底层百姓反抗阶级的武器 说起来 若松笑儿自己就是底层出身了 他的本职工作是 看厂收保护费的黑社会打手 因为实在是热爱电影 他就主要负责各大片长的货 每天都在现场耳濡目染 学了很多专业知识 又打通了业界的人脉 当他出狱以后 他觉得学拳脚之术 救不了日本 干脆弃黑从影做起了导演 他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出头 主要依赖的就是 多年的现场经验 其实他完全没有理论基础 学影视的同学 就要像他这样去学习 要多跑现场 千万不要泡在书里 若松笑儿说 在日本 性属于政治家 以及富翁的特权 他们有很多的情妇 在过去日本人被告知 你们这些穷人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甚至到现在他们还说 穷人看不到做爱场面 该值得庆幸 他的墙中密室呢 讲述了一个落魄的备考生 偷窥一个有钱的太太 太太代表了富人阶级 在嘲笑他 最终少年试图强暴太太去反抗 却发现太太像剧行尸走肉一般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来自生命的刺激了 他被中产生活煎熬成了温水里的青蛙 所以最后少年像杀死解脱一只生病的动物一样 接触了他的生命 那么像这样粉红色的伪装架 总是包含着作者的一些人文表达 我认为所谓成人影像呢 他反映的不仅是性 他更照出了成人世界 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 众生百态的欲望 以全裸监督为例 虽然包着性的外衣 矛盾却大多指向钱 算是一部热血的行业剧 村西透呢 他后来的欲望则一度失控了 他跑去夏文一拍片 之所以后来会被美国起诉入狱 表面的原因是因为 使用了旅游签证去挣钱 但实际上是因为 他斗胆飞去珍珠港的尚困拍摄爱情动作片 这种无异于在珍珠港上开炮的挑衅行为呢 就让他走远了 尽管美国法律制裁了村西透 但其实吸引他去拍片的也依旧是美国法律 美国是允许毛片的拍摄和发行的 可能说来你不相信 在日本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成人影像生产国 国家政策其实是禁止发行毛片的 我们说的毛片在日本分类叫做五马片 是违法的 你看过的一些呢 则来自于黑市 那么通常影视公司都会严格保护 未经打码的原素材 可是他们一旦破产倒闭的时候 就会把母带偷偷流出到黑市上面赚取 最后一笔遣赞费 这个中间的操盘手机上剧中描述的一样是黑社会了 根据应伦的规定呢 你必须在关键位置做一层马赛克或者圣光去遮挡 你这样就像人穿了衣服一样就合法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啊 起兵终究是干不过步兵的 村西透他就找到了一个将步兵合法化的途径 你看到的五马片其实是 在美国发行 然后再作为美国片出口反销回日本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在日本动作片上看到FBI warning 那么这种策略其实依旧要追溯到感官世界了 因为其内容过于赤裸啊 本来日本政府是禁止拍摄的 可这个就难不倒法学院出身的大岛主 他要到法国去采购胶片 拍完了再带出国去做后期 感官世界他最后合法上演了 日本政府呢觉得有被冒犯到 他觉得第三次想给大岛主一些教训 最后兴起了找到了没有打码的剧照 以致起诉大岛主的传播淫秽的罪 那么说到这里呢 有一些影迷爱好者可能会觉得 我把大岛主和村西透混为一谈 是一种对艺术的失礼 作为艺术瑰宝的粉红电影 怎么能和用来谢玉的全影片相提评论呢 确实如果从传统电影上去看 粉红电影它的范围非常窄 仅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但是我认为用时间去区分概念 是一种粗暴的理论式的伪学术 他没有理解片子的成因 粉红电影其实最初啊 是和成影像是一样的 是针对于人类最根源的欲望 去用低成本以小博大的 那新人导演他们只要象征性的 见异物一般的去插入一两场床戏 他就获得了一个使用胶片 拍出自己的故事的机会 只要这部片子挣到前 自己还拥有了下一次表达的机会 那当然在现在呢 就入行的机会已经很多了 你不必走这种渠道也行 比如说你可以参加洛杉矶华语电影节的剧本创投 他会给你钱 虽然只有一点点啊 这个不是广告啊 因为我们评委都是公益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啊 总之艺术创作它需要钱 对吧 那么粉红电影它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宠高 反之成人影像也没有表面上那么肤浅 试想为什么过去啊 在盆里打灯请演员的这种精致的电影式的拍法 它会被现在粗糙的这种素人本番所淘汰呢 比起美观众更喜欢真 这种理念呢 就不管是在表世界还是理世界 它都是共通的 尽管主流价值观总是对性遍而不谈 显得很纯很美 但是终究这是不完整的 称不唱是真 性所散发的这种粉红色 它像美的世界警示着真的存在 它必然不属于红啊 却也不是黑 假如我们把光和异影 两个世界分开来看粉红电影 居于何者呢 它就是两者之间独立的一个边缘地带 是有别于红与黑的部分 对边缘的探索会改变刷新后视 对于红与黑的定义 我认为所有围绕着性发散的 处于边缘价值的影像 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无论是过去的 还是现代的 无论是大导主的 还是村西透的 粉红的电影应当基于这种理念 而不是形式 甚至引申开来 哪怕形式上 完全没有裸露的画面 只要它以性作为核心 去思考边缘价值 那就是粉红电影 从结论上来说 大导主和村西透 他们都把过去的边缘外的东西 纳入进了现在的主流当中 这就是粉红影像的价值啊 肯定大导主却否定村西透的人 他就和以前否定印象拍绘画 说没有技巧的那些宫廷画师是一样的 是旧时代狭隘的一种观念 影视和绘画的艺术实验 便是惊人相似的 因为不同形式的艺术 都在反映人的欲望 欲望总是一样的 那么假如一定要说出 大导主和村西透之间最大的区别呢 其实是创作工具和投放媒介导致的 其实就是电影和电视的区别啊 成人影像的第一把交椅 之所以是日本而不是韩国印度 最重要的工程还在于索尼为首的一批 日本电器生产商 在1955年左右 日本进入电影院的观影人次 高达十几亿每年 然而到了1962年 电视普及到了2040的时候 这个数字就减到31 以日活为首的各大电影公司呢 就被迫把情色作为了终极手段 就出现了什么乡中女啊 品装地狱啊 各种众口味大片 电影审查也被迫放松 许多地下的SM片上 他们都合法化了 SM就在这个时点变得平民化了 那么在1967到1968年的这一年 全日本电影的一半 都是桃色电影 那随着1979年 索尼东芝松下大稿设备竞争 昂贵的录像机 它变成了一个平价商品 而且销售的策略呢 有一点像现在的 买游戏盘送PS 当时是买录像带送录像机 早期的录像带呢 很多是英语教学啊 网球教学 老百姓根本不感兴趣 直到出现了一部叫做 洗衣房阿剑的大热作品 又因为那个是五马片啊 正规市场买不到 许多人为了一堵阿剑的风采呢 就连路想机一起买了 不久以后 轻量化的DV普及开来之后 就彻底抹平了技术门槛 成人影像的世界 就正式打开了大门 那个走进电影院和百来号人 一起看情色片的时代 也宣告完结了 说到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在工业技术革命之前啊 日本的性文化早已 版画啊 歌舞剂演出啊 等多种形式存在了 而影响电影最深远的就是文学 不像现在我们拍片 大多是基于原创的剧本 早期日本电影 大多是基于文学改编的作品 日本文学的尺度它又很大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 就是我在初中 去少年工上素描班的时候呢 我一直逃课 去旁边的书城 看名侦探柯南的漫画 我把所有的柯南看完以后呢 我看到隔壁摆着江户川乱布的小说 我就想他们都姓江户川 应该差的不太多吧 然后我就翻开了 他的一本叫做盲兽的小说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个盲人雕塑艺术家 他为了寻求极致的创作素材 他囚禁了一个体态优美的女演员 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 两个人互相摸索 逐渐理解 从取材必要的智体接触 上升到了一个不可描述的关系 继而为了寻求更高的触觉感官刺激 玩起了字母圈的游戏 最后遍体影伤的女人 让遍体影伤的男人 把他给肢解了 这个故事对成年人听起来都比较重口味 但是反而我现在回想起来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 这个冲击跟当时翻开柯南发现凶手 竟然是他的震撼指数差不多 也许是因为小朋友 每天都在接受新概念的洗礼 SM的概念和MS的概念 其实都是一样新鲜的 其实江户川乱部和江户川柯南的插嘴 还是很大的 这一类结合了情色与众口的小说 比比皆是 有人就会说 哇 日本人好变态 但其实世界文学都是简单 中国近代渔华墨鸭 还有四叔 他们都会将情色和喜欢结合 而在影像方面 情色更是与惊悚猎奇 形成了一堆固定搭配 如果把变态作为日本人的特色 这个不太准确 日本人的特色更精准地体现在 他们的SM文化上面 盲兽也好 感官世界也好 包括全楼监督里的这一部名作 我喜欢SM 都非常精准地呈现了 区别于西方SM的 日本恋物屁式的SM 这个起源有一种说法 是日本的神父 更倾向于一种对肉体改造的喜好 而超出了对性行为本身的痴迷 它是一种恋物屁式的爱 包括说 看片让大的同学 就会总结出来 欧美的爱情动作片 它比较干 而日本的重心 则会放在一些采访 制服 包括说SM等设定上 具体我也不好展开讲 只能说结论上而言的话 日本人对SM的这种喜爱 它更接近于比如说 我喜欢电影这件事物 而不会说我喜欢某一部特定的电影 它是一种格局比较大的爱好 它不是具体对某个指定的人 抱有的微观的情感 要研究日本文化的同学 这个东西它算是一条走后门的捷径 感官世界讲的就是这个主题的故事 一个异迹与爱人陷入无尽的缠绵 两人逐渐追求身体感受的极致 最终女人将男人掐死兵 割下了性器 看似离谱的一个剧情 却是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的 当警察抓获这名异迹的时候 他依旧将它包裹着 并且随身携带 西方对于日本人的心性 总结最好的一个词语 叫做拘雨刀 日常生活 他们如菊花般淡然 情感被限制在一定幅度以内 但是他们的内力却非常的尖锐 可以说日本人在日常的压抑 导致了他们作品中的开放 但假如反过来看呢 作品起到了释放的作用 也让他们得以在日常维持 拘谨 这也是说得通的 实际上 举例来讲 大导主 他虽然是一个情色大师 但是他一生忠于爱惜小山名字 这死不渝的爱情 也被传为圈内的佳话 当然会有一样的声音 而认为情色作品 他会引起犯罪 但是这个观点 他到底有根据吗 在1967年的时候 美国的天主教团队 成人影像的传播大为不满 他投入了200万美元 召集了一个包含 教授律师在内的40人的委员会 他一意指出 成人影像与犯罪的直接联系 委员会耗时三年取材 汇总出一份700多页的报告 最终却指出 成人影像的绝大多数用户 都是保守出身的良民 成年人观赏 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完全自由的 反而他建议取缔掉各州 禁止成人影像的条款 不过依旧要对青少年 进行严格的监管 那后续的调查则显示 男性性犯罪者当中 依赖情色作品的比率 比普通人小很多 真正影响犯罪的核心类型 是念头和恐怖影响 后来村西托的搭档 也如是总结到 录像带他最主要的购买者 是穿着棉侃剪 忙着背考考看录像换脑子的 外地考生还有租住在四叠半的木屋里 和在早稻田大学社会学系上学的大学生 为什么是社会学我也不知道 那么至于为什么说 现在外界普遍被披上了一层 邪魅的外衣呢 这个当中一部分原因来自于 某些宗教境遇的理念是 感官世界在嘎那尔展映时候的万人空校 就是因为欧洲的信道德长期受到宗教的控制 与实际的状况脱节了 事实感官世界的出现就成为了民众肯定自我质疑宗教的契机 许多粉红电影都有反对宗教压迫的态度 最为著名的一部就是《圣兽学院》了 其存在由于一部黑暗圣经 他描述了将信是做禁忌的人 忘了自己最初就是信的产物 因为信被歧视的这个历史原因 描述信的粉红电影也总是被主流价值观所质疑 后来作者们烦了 反过来用电影回击主流价值观 甚至在往后当他们不再讨论信的影片里面 也含有这种孩子气势的叛逆 倒不是说真的他们具有什么使命感才去针边使臂的 反正从结论上来看 孩子气和使命感都推动了社会的观念 有一些过去受偏见的禁忌在今天被解开了封印 放到20年前 比如说感官世界这种东西 他是绝对不可能拿出来说的 同时也会有一些过去的经典被意识到问题 成为了今天的禁忌 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变革是来之不易的 拒绝随波逐流的觉醒先驱 他们在当时会被群起而攻之 除了艺术之外 科学政治的先觉都是这样 敢于质疑的人是很勇敢的 人类的散歌是勇气的散歌嘛 粉红电影的宝贵之处它并非仅限于震撼的剧情和画面 它能够制作完成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甚至敢于走进电影院去尝试接触的观众也是需要勇气的 粉红电影之所以被各大影视院校作为教育新人作者的第一课 因为它像一颗锐利的钉子砸在学生的脑子里 它把学生们过去18年间形成的体制内教育定时凿出了一个缺口 它注入了质疑教条的勇气 当被动式的思维方式改变成了独立思考 学生才有可能超越老师 一代人才会超越上一代 社会才会进步 每个时代都会需要这样一个问号作为质疑的契机 所以这批作品才会进就不衰 尽管可能会看不懂情色在其中的意义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去理解 你设想把情色元素从影片里拿掉 就会发现电影变得毫无疑 对于非业内的观众 我会首先推荐这两部不那么露骨的 真实与美好并存的欧洲电影 它能够消除一些旧观念里对性的偏见 我乐观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也会继 天堂电影院和海上钢琴师之后 作为托纳多雷三部曲最后的经典在我国上映的 因为时代的观点是一直在进一步的 之所以我今天敢聊《传逻剪》这部剧 或者说之所以《山天孝之》 他会接这部剧对不对 不是我们色胆包天也不是我们脑子有问题 是因为时代的观念已经可以证实这个话题了 它缺了只是一个起话头的人 而对于影视从业者来说 粉红影像实在是一个过于特殊到无法忽视的类型 电影这个东西它是作者表达欲望的载体 每一部电影它表达欲望都不一样 有一些想表达美好的爱情 有一些想表达勇气的可贵 而粉红电影承载最多的欲望 它不像是表面上一样不是性 而是表达这个欲望本身 你比方讲拍了粉红电影的 若松向儿他被打成了赤色分子 他被日本政府禁止他入国门 拍了粉红电影的大老主 他被送上了法庭吃了官司 这些风险他们在拍电影之前 其实都是知道的 但是无奈表达的欲望太过于强烈到超越了贪生怕死的恐惧 或者说也有可能是他们一时头脑一热 那么从结果上来看呢 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往自由表达的无谓的执着 这个就足以让人肃然其境了不是吗 那么在1982年的6月 在第16年的审判之后呢 日本最高法院宣布大倒主无罪 其理由是宪法保护表达自由 感谢你的时间 散会